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生命危险 商者昨天下午4点钟左右 驾驶摩托车经过warden avenue加stinclair avenue east路口时 感觉进步刮到了类似于风筝线或鱼线的细线 他随即向过路者呼救 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警方赶到现场后 封锁了该十字路口以便进行调查 细线拴在路口的灯柱上 警方正在调查细线是否是故意设置的 另外警方还在调查事故 是否是由于风筝断线后缠绕在电线杆上所致 目前 有警员正在对在该路口附近放风筝的几名儿童进行问话 虽然距离安省省选的正式竞选活动开始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各大竞选党派的候选人已经摩拳擦掌 安省进步保守党党魁胡达克的竞选巴士今天正式亮相 标志着进步保守党名为改革运动的竞选活动拉开了帷幕 安省进步保守党党魁胡达克今天在家人和同僚的陪动下 为自己的竞选巴士举行了揭幕仪式 随着这辆蓝色巴士的亮相 进步保守党的竞选活动也将正式展开 胡达克宣布将乘坐这辆巴士走遍安省的大街小巷 让省民相信自己才是下届省长的正确人选 除了进步保守党之外 自由党和新民主党也计划在劳动节假期过后 展示各自的竞选巴士 另外新民主党要求进行三次电视辩论 但是胡达克没有对此发表意见 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今天公布了 针对各天主教小学的新的强制性着装要求 在这个9月的新学期 天主教教育局管辖下所有小学的学生 在上学期间都必须穿着蓝白相见的校服 新公布的规定要求 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管辖下 没有自己的着装要求的学校 按照规定为学生统一着装 规定要求校服的基本款式为白色或蓝色上衣 下身统一为蓝色 在此基础上各校可以配以装饰 马甲以及校标 天主教教育局负责人表示 学生家长对此项着装要求表示肯定和支持 系统内统一着装的动议早在2007年就已经提出 到去年4月份天主教教育局管辖下的169间小学当中 已经有110间推行了非强制性的统一着装要求 安省教育素质问责局的调查显示 安省中小学生的阅读和写作水平 近年来有所提高 但是数学成绩却并不理想 根据问责局的调查 74%的6年级学生通过了本年度的语文测试 比过去5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 三年级学生的通过率则为73%上升了9个百分点 但是安省中小学生的数学水平则没有进步 九年级学生当中 大部分人的应用数学水平不达标 对此问责局表示 应着重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 安省自由党政府则表示 省内三年级和六年级学生的阅读 写作和数学成绩总体上 比2003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 来看加国方面 横扫美国东部的飓风爱林减弱为热带风暴之后 北上登陆本国 给魁省和各沿海省份带来暴雨 并且造成数千民众供电受到影响 爱林带来的暴雨 导致魁省Yamasca地区的一条排水渠被冲垮 造成两人受伤一人失踪 目前爱林已经到达了St Lawrence河谷地区 并快速向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移动 尽管爱林的威力已经有所减弱 但依然造成魁省和大西洋省份 数千户家庭电力供应受影响 而在这个周末 爱林更是重创了美国东北部地区 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随着爱林的快速移动 新斯科社省 新布伦瑞克省的风暴警告已经取消 但是爱德华王子岛 以及魁省部分地区的风暴警告 依然有效 减弱为热带风暴的爱林 周日下午登陆魁省东南部地区 一度造成数十万用户家中断电 部分地区的陆路和水路交通 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国会最大反对党新民主党 在失去了重要精神领袖林顿之后 党团成员在今天重回沃泰华办公室 为下月国会重开做准备 另外国会第三大政党自由党 在今天重申不会考虑与新民主党合并 尽管林顿在逝世前建议该党 留出充裕时间选出新党魁 但是关于该党下任党魁的猜测 已经产生 富党魁Thomas Mulcair 党主席Brian Taub 以及林顿的一双邹智会 目前都在林丹直列 另一方面 在五月大选中惨败的自由党 目前正重整旗鼓 自由党这个星期将召开一系列会议 就该党的重建工作展开讨论 但是针对部分分析人士建议 自由党与新民主党合并 共同对抗保守党一事 自由党临时党魁李博 今天明确表示 这个问题不在本星期的会议议程当中 另外李博还表示 自由党不会在国会中失去地位 他强调新民主党在上届国会中 博得了关注 如今自由党也将努力做到这一点 我们再来看 根据帝国商业银行进行的一项调查 本国负债民众的还款期限 要比他们当初预想的时间长得多 根据这项由帝国商业银行 为Harris Decima公司所做的调查 目前本国正在负债的民众 预计可以在55岁的时候将债务还清 然而事实上 调查发现在55到64岁的人群当中 只有将将超过三成的人还清了债务 与此同时 调查还发现 许多民众预计自己将在长时间内背负债务 10%的民众认为自己永远都还不清债 在各省份当中 阿尔伯塔省的民众对自己还债的前景最为乐观 当地受访者平均的预期还清债务年龄为52岁 大西洋省份以及卑诗省的人则叫为卑官 他们认为自己还清债务的年龄平均在58岁左右 房屋案件公司今天表示 本国目前的经济环境有利于房地产业的发展 而且预计这个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房屋案件公司表示 本国失业率下降 贷款利率降低 以及房价的上升 减少了房屋抵押贷款保险的申请数量 再次融资的数量也下降了近四成 并且保持在这个水平 民众还款也更加的轻松 延迟还款的民众数量有所减少 房屋案件公司预计 本年度的固定贷款利率将基本维持不变 明年会有小幅的上升 浮动的贷款利率则会保持在接近历史最低的水平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日本民主党今天在东京举行新党首选举 经过398名国会议员的两轮投票 野田佳燕大爆冷门 当选为民主党新党首 也就是新一代的日本首相 今天选举前最被看好的候选人 是前缘程思和海江田万里 舆论均认为结果必将是二者择一 因为前者是最有人气的政治明星 后者则吻祸民主党内最大势力 小则伊朗派的支持 而在首轮投票当中 海江田万里以143票 野田佳燕以102票提前胜出 而前缘程思则以74票被淘汰出局 第一轮结果一揭晓 引起现场1500人的起声惊呼 自27号发表选举公告以来 野田的风头一直排在前缘之后 今天他突然反超 且票数首轮过百 极为出乎意料 第二轮投票 野田佳燕再次以215票的迅猛之势 战胜了海江田万里的177票 赢得选举 野田将在明天的众院全体会议上 被提名为第95任首相 他将立即着手 敲定民主党高层人士 同时开始阻隔 自2009年9月实现政权更迭后 民主党在不到两年内 又一次更换首相 野田将成为继揪山尤己夫 兼职人之后的第三名首相 其任期为兼职人的剩余任期 到明年9月结束 再来看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今天证实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妻子 两名儿子以及女儿 今天成功通过利亚边境进入阿尔及利亚 不过目前卡扎菲的下落和行踪仍然未知 在一份声明当中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称 卡扎菲的妻子索菲亚 他的女儿阿依莎 以及儿子穆罕默德和汉尼巴尔 还有他们各自的孩子 在当地时间今天早上8点45分 通过利亚边境进入到了阿尔及利亚 不过在这份声明当中 并没有提及卡扎菲本人目前的所在与生死情况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 洛克比空难制造者利比亚人麦格拉西 现在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 已经陷入昏迷并且接近死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进入他家 看到了正处于家人看护下的麦格拉西 当时六台仪器开动着监视他的身体状况 麦格拉西的家人表示 麦格拉西不时陷入昏迷 身体极度虚弱 目前已经停止进食 仅仅依靠吸氧和输液延续生命 1988年12月 美国泛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 在苏格兰洛克比镇上空爆炸 造成机上和地面共270人丧生 其中包括189名美国人 2001年设在荷兰的苏格兰特别法庭 判处麦格拉西终身监禁 其刑期后被改为27年 作为这一案件的唯一获罪者 麦格拉西此后一直在苏格兰的监狱服刑 2009年8月 考虑到麦格拉西身患晚期前列腺癌 经利比亚官员与苏格兰司法部门协商 苏格兰当局提前释放了麦格拉西 国际新闻到这里 先暂时告一段落 稍事休息 广告回来中港台新闻为您报道 台风南马都过境台湾 部分山区降雨量超过1500毫米 六县市5500人撤离 规模历年之最 首届亚欧博览会即将开幕 新疆乌鲁木齐安保全面加强 中文字幕提供